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通常会用针就减肥来帮助那些肥胖的病人 因为我们选用那个血位通常都会对应着 那个循环系统 营巴系统跟那个神经系统 所以透过这几个系统的调节 我们可以令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 从而那个减肥的作用会有一个很出色的疗效 在临床上面我们都会透过那个旺文问切 来确定那个病人的体质 然后我们会选用一些药材 或者是选用一些血位来帮助那些减肥的病人 针就减肥 其实我们是透过改善体质来得到这个减肥的作用 在临床上面我们会透过那个旺文问切 来确定我们选的血位会是哪一个 所以我们会针对的是体质 而不是针对那个脂肪 在临床上面如果是全身性的肥胖 通常我们会选一些血位是针对性那个肺皮肾上状的 另外一方面如果局部的减肥 通常我们都会选一些比较肥的位置 跟那些相关的血位 比如说竹山椅啊 或者是河谷穴 或者是蜂龙穴等等这些血位 都会有帮助那些局部性的减肥的 针就减肥了 一般来说一个星期要增一次 通常来说两到三个月为一个疗程 经过一个疗程之后 这个身体的体质也会改善 同时呢这个肥肉啊或者是脂肪呢也会受到控制的 在减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吃东西就可以减肥了 但是呢这样子肥呢会令到那个体质变差 所以我是主张呢三餐都要定时 比如说我们九点之前呢要吃早饭 然后一点钟之前呢我们要吃午饭 然后六七点左右呢我们就要吃晚饭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平常要小吃一点 那些甜的东西跟生冷的东西 因为这些食物呢都会令到那个脾胃会变差 比如说有一些奶茶啊咖啡啊酒类的东西呢都不要喝太多 因为这些呢都会吃肥的 除了针就之外我们在临床上面呢都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 确定用什么药来内附治疗 另外一方面呢这是一个针就的延伸 我们说的是穴位埋线 穴位埋线呢就是用一些人体蛋白 这是阳肠线 这些阳肠线呢就会植入那个穴位里面 令到我们坐的时候 站的时候或者睡的时候呢都会刺激那个穴位 令到呢我们没有那个经络 水域循环不通畅的问题 令到了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可以得到的改善 从而呢有一个很好的减肥的作用 FindDoc Your doctor is here